魔血鬼神术到底是何来历 为何要心甘情愿地帮助十号斩杀仇人 而根据完美世界现阶段的剧情 魔血鬼术已经暴露在所有人的饰演当中 而当众人在看见魔血鬼神术的时候 他们都眼冒惊光 因为这魔血鬼神术当中 可是蕴藏着诸多造化 不过他们也知道 越是珍惜的宝物 他们想要获得其难度肯定是越大 除此之外 他们也是知道 就连火魔宫当中 诸多强者都成为了他手下的亡魂 所以他们即便是知道其中有着珍惜的造化 魔血鬼神术到底是何来历 为何就连书多上街初代都不敢靠近他们 其实呀 这魔血鬼神术实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生理 不过呢 你要说它就是一棵树也不对 因为它的体内蕴含着大量的魔血 能够在战斗的时候 直接化成人形鬼神 同时呢 也能够瞬间化成树来召唤雷帝 可以说这个玩意儿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存在 甚至于它完全打破了秘境法则的限制 成为原天秘境中最强大的存在 那么这魔血鬼神术如此强大 它为何要心甘情愿的帮助十号呢 其实在魔血鬼神术斩杀掉赤灵孔之后 就对十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然而十号却也是雷电属性的修饰 所以自然是不会惧怕 而在之后十号 直接使用单炉中的河水攻击魔血鬼神术 并且在经过七七四十八次交手之后 河水中的诅咒也是让魔血鬼神术中招 之后它在见识到十号的强大之后 再也不敢打十号的主 而在这之后呢 十号和魔血鬼神术也是达成了某种交易 并且还帮助十号杀掉了诸多的仇人 最后以交换观看雷迪宝树为由 帮助十号平安的走出了原来